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是赵普初先生逝世十周年 我们在地理集会有两个主题 一个是研讨赵普老的学术文化思想 再一个是进行赵普初嘉言集的首发式 受大会发起单位的委托 我来主持今天这次会议 在会前我想做两个事 一个是感谢大家出席今天的会议 在座的朋友们很多都是朝铃了 北京的天气很热 今天又是周末 对很多人来讲 本来是应该享受天生之乐的时候 大家赶到社会院来 参加这段会议 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对大家的光临 表示感谢 第二件事情呢 还得做一点有中国特色的事 就是介绍一下 今天在前排就座的几位朋友 因为这种事情呢 一个是很难很周到 有些应该介绍的没有介绍 有些介绍的不准确 那请大家原谅 但是按照咱们一般的规矩嘛 好像总有这么一下议程 所以我就把这个在前排就座的 或者几位高龄的这个长者呢 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我身边这位呢 这是林敏生同志 他是这次大会的发起者 组织者 是实际上安排这次大会的这个主要成员 所以我要对他做一点简单的介绍 关于他的情况 大家很多同志都是知道的 林敏生同志是曲辅孔子书院的院长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折迹研究所的研究员 我这边这位呢 这是杨敏文先生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荣誉学部委员 这也是我的老朋友 再一位呢 是崔泽教授 这是科学院折迹研究的资深的教授 第二位呢 是黄敏昌先生 这是一个老学者 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个学部委员 那边这位呢 是黄敏昌先生 黄敏昌先生是原中国佛教协会的副律师长 既然介绍了 我还想把有些长者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里可能年龄最大的是赵洛先生 赵洛先生 赵洛先生是北京古籍出版社的原总编辑 他可能是我们今天出席会议年龄最大的长者了 还有我再介绍一下陈文瑶先生 他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原秘书长 啊 宋秘书长 再介绍一下汪大波先生 这是北京井藏科学院的院长 再介绍一下 再介绍一个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的这个助理书画家 启江先生 还有宋秘书长 这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院长 我不知道在没在这儿啊 杨洛先生在吗 在 这也是我们在座的一位长者 杨洛先生 杨洛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原党委书记 这个 叶曼女士也介绍一下 原则可能真的是我们这里的年龄最长 96岁高的杨洛先生 是国际佛联的副主席 吴家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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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上来了吗 这有多不太多 欢迎你 这是我们国家的原来的驻外大使 现在是吴君农茶学思想研究会的副会长 再介绍一位这个桑迪先生 是 佛教文化副主编 我想这个我知名单一大堆 不要再一一介绍 这个 反正来的各位嘉宾都很辛苦 对于赵富佬都有很多感情 这个 我们一定的对大家表示欢迎 就可以了 就福大一介绍了 这个不说的地方呢 请大家 原谅 现在 可待我们就开始正式的议程 先请 林美琼同志 做发言 谢谢 谢谢 二代表演题是 学习研究宣传赵富珠学术思想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宣传赵富珠宣传赵富珠学术研导会 及赵富珠建议 及赵富珠 我们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 是想明党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文化建设 道德建设的号召 在全社会进一步推动学习研究宣传赵珠的学术思想和崇高人格 赵珠先生作为新中国等文化的巨匠 作为杰出的宗教领袖 作为学以立德 以德为先的光规点范 作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 为振兴中华 为社会主义事业 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奉献 我们这次会议希望加强学术界 从佛教界 文化界及广大有识之士的联系 进一步提高必须向造不出学习的认知 发挥赵珠这一光规法量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道德建设 宗教建设 及核心社会建设中的伟大作用 第一 我少年谈一下赵珠 作为新中国的文化巨匠的意义 赵珠先生不仅在宗教学 而且在哲学 儒学 诗词 书法 音灵学 教育学 文理学等方面 均有高深的造诣 在海内外享有从长的声誉 他是伟大的思想家 教育家 国学大师 实际功弱之后 新中国的诺一位文化巨匠 赵珠的文化底蕴深厚 他家四代汉林 高祖赵文凯为状元 父亲善书法 永今善语词 赵珠自幼学习刻骨 受到严格的读学教育 赵珠对中国古典诗词曲的发展 做了长期艰苦的探索 在继承 创新 发展古典诗词曲的实践中 获得了重要成果 赵珠的创作诗词曲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融入到他参与的博士 社会活动中 赵珠的诗词 贴近生活和百姓 洋艺着对祖国 对人民 对自然 对家乡 对朋友的爱情和深情 体现出他高尚的气势和饮品 赵珠词曲 文字喜恋 用眼用运 自如灵活 妙趣恒生 寓意深刻 给人以自然的美的享受 赵珠对中国古典诗词曲的成功探索表明 具有中华民族文化风格和气货的中国古典诗词曲的形式 适合于汉与汉字的课点及民族审美心理 可以充分表现新的时代精神 可以为中华民族拥有文化的各个不同层次的人们所接受 所以认为古典诗词曲 限制人们思想的说法不够全面 赵珠朗不仅创造了大量的诗词曲 而且写下了多篇论文 从理论上全面 深刻地阐述了继承 发展 创新 中国古典诗词词的方法 途径和意义 中国古典诗词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唐诗 宋词 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不求的瑞黄天交 如何继承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古典诗词文化 对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 大欢容 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赵珠的诗文化 为中华诗坛增添了炫丽的光彩 对中国诗文化的辉煌成果 在我国文化史上树立了一座伟大的丰飞 赵珠作为新中国的文化剧见 一个鲜明的特点 那就是铁骨蒸蒸 他的骨气是罪硬的思想锋芒易漏 富有反潮流的精神 诸所周知 在文革时期 他控制私人帮的诗词 在民间流传很广 他在一首诗词中 用巧妙的笔法 批判江青 卸中了毛主席 赵珠还提出了一系列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全局的重大课题 如他提出 搞汉字的拉丁化是危险的 他提出 保留古文 保存薄碎 他说 常感毛工旧 清郎与锦郎 清郎指的是中医药 锦郎指的是古典诗词 赵珠 他说 昌宋老主席 保护 既拯救了中医药 和无言诗词 这一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 这也表现了赵珠书的对于中医药 和对于中国无言诗词 他的观点 赵珠 赵珠老始终坚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他赞同和支持我提出的 昌宋漢字百年冤案的命题 他号召佛教界 把保留古文这一历史任务承担起来 这些问题 事关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全局 实践已经证明 并将继续证实 赵珠老提出的上述一系列观点 是正确的 并且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二 赵珠书作为杰出的宗教领袖的理论意义 现实意义 我赞同许多高僧大德的说法 没有赵珠老就没有中国国教的精通 十年文革 对中国宗教的吹散是严重的 全面的 赵珠老以古希之年 单思级律 奔走呼号 为重建寺庙 落实党的宗教政策 为佛教文化建设 学院建设 为外的文化交流 做了难以计数的大队工作 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马克思主义对宗教文化发展的指导地位 作用不能够 但是马克思主义不能够代替各文经理科学 马克思主义不能够代替宗教学说 宗教理论的发展 要从社会主义实践 要从宗教活动相结合 形成与时俱进的新的理论体系 赵珠老正是建树了 实行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教理论体系 并且对整个新中国的宗教事业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他是新中国宗教取得发展的实践者 清理者 而不是旁观者 也不是事后中德亮 更不像一些丰麦学者隋风倒 以拼授论文 归系言辞 捞起学者虚拟归目的的人 搞繁琐哲学 干件演技 他是人民利益的 不懈的追求者和捍卫者 他是正义事业的 热情的歌颂人 他是歪风邪气的 激烈尖锐的批判者 在关键时刻 能挺身而出 敢于反潮流 赵珠提出的 佛教之文化的科学论断 是对整个佛教发展历史的 总结和概括 是在新中国宗教取得发展中 纠正各种错误倾向 特别是纠正我的错误倾向的 实践中提出的 经过实践的解验 证明是正确的 照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是深入的 全面的 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 有很高的造力 他不仅从实践上 而且从理论上 严肃纠正了 某些学者 对马克思提出的 宗教之雅变的误解 科学的说明了 宗教产生发展的历史 赵珠在理论上的突出贡献在于 将马克思主义 从中国宗教实践相结合 将宗教 从现时代的 中国实际生活相结合 提出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科学的宗教理论体系 他的理论不限于佛教 而是从宗教的历史和现实 全面的产明了宗教的本质 和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地位 作用极其深刻 全面 第一 他全面的科学的总结概括了 佛教文化发展史 第二 他把马克思主义 关于宗教的理论 具体化 同中国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科学的回答了 解决了 佛教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 方向 方法 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 第三 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 指明 并纠正了 在宗教问题上 所得错误理论 及实践上 政策上 出现过的错误做法 第四 他深刻的产明了佛教文化 在历史和现代社会发展中 在中国文化 乃至世界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五 他把佛教文化 缘融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 充分发挥 佛教 在精神文明建设当中的作用 第六 赵如讲 佛教文化 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广泛地吸取了 儒家等学败 及教派的 其他教派的先进思想 讲 佛教文化的发展 只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 使佛教发展 突显了中华民族的特色 第七 赵如初是中国宗教界团结的旗帜 他尊重团结各个教派 为各个教派的发展 如尽心尽力 因此 他成为了新中国各界各教派 一致公认的宗教领袖 第八 赵如初建立的佛教文化理论 符合时代潮流 赵如初将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 同世界文化的发展 相结合 充分展示了中华文化 海纳百川 继续各国各民族先进文化 包括其他教派的伟大循环 他是向世界各国 传播中国佛教文化的伟大使者 他在这方面的工作 贡献之广大 是无人能代替的 第九 赵如初建立的佛教文化理论 比如他撰写的佛教常识问答 贴近实际 贴近群众 语言听念 深入浅出 因为群众喜闻乐见 对于文化界 特别像我这样 对佛教知识 知之不多的人 更是补课的指导性教材 在宗教学上 过去不长马的思路语者 往往只看到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同宗教观念的对比 而赵如初先生在承认 这两种思想体的不同之处外 特别指出其相同之处 这是人们所注意不够的地方 甚至在五个历史时期 不允许持有这种观念 而赵如初的可贵之处 在意他能够根据 客观的历史和事实 产名事物的本来面貌 从而是人们的认识 避免骗人性 这是思想家的特征 这个赵如初有很多 这个具体的论述 我这里就 就是这里头就讲一点 就是怎么理解 马克思所说的宗教是亚变 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不少人经常讲 说自从人类社会划分阶级以来 宗教从了统治阶级 用来麻醉人民的哑片 和维护活血阶级的精神支柱 赵如初先生 不散步的问题 他指出 不对具体的宗教和教派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所起的作用 进行具体分析 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不符合历史本来面貌 活血阶级利用宗教 作为维护活血制度的精神支柱 固然是大量存在的历史事实 但被国学阶级也用宗教 来作为其精神支柱 去反对国学阶级 这是马克思 恩格斯和列宁都承认的事实 赵初指出 马克思并没有给人民的宗教信仰 透露一定 国学阶级艺术形态的帽子 而是恰入其分的 一面承认宗教作为被国学者 所受苦难的抗议的性质 而且指出他只能是一生叹息而已 赵初在宗教学的研究中 轻入了大量心血 从多方面抛议了宗教 是文化的这一宗教的灵魂和本质 并贯穿于他的全部宗教活动之中 赵初先生的上述观点 是尖锐了深刻的 有地方之 具有重要的理议和现实利益 这也体现了他实施求是的反潮流精神 社会主义时期 宗教具有长期性 群众性 民族性 国际性 拓辣性等许多特点 照不出对此有全面的深刻的认识 与论俗 长期性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宗教是不可能消亡的 甚至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 不能消亡 群众性 我国信奉宗教的人数过亿 无视宗教信徒的群众 也有许多人参加宗教活动 民族性 宗教与许多少数民族温馨密切 国际性 世界上相信宗教的人数 约上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四 我国的宗教与许多国家 有广泛的人形 照不出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人 他讲的最多的是佛教 但他不排斥儒学和其他教班 而是善于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作出作为学以立德 以德为先的光伪典范的意义 赵武初堪称格之凯末 他处处言于预谨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可称之为青年的典范 他自称 数十七十余年 未成不保 居取向五十余载 而畏决不安 他提出过三不要 不要换房子 不要换汽车 不要警卫员 他时刻关怀家庆 倾入自己权力 捐资给家乡办教育救灾 而他自己平常连用水都超乎寻常的节约 赵武老的一生 是报国家恩 报众生恩 报父母恩 报和恩的一生 赵族的思想特征 就是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在义和利的关系上 始终坚持 以德为先 用一生的经历和感人之身的事迹 生命的诠释了淡薄名利 无私奉献的深刻内涵 他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佛教文化 诗文化 书法文化 汉字文化 茶文化的弘扬者 更是以德为先的 崇高精神的塑造者和传播者 造出崇高的饲养境界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长期的 自觉的 坚持不懈 严格自我修养和实践的结果 赵族作为一个伟大的学者 政治家 思想家 以佛教徒 他的修行自律的精神 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 赵族认为 自律已立得 没有自律不能立得 从孔子 一日三心五身 到了赵五珠提让的 陶星之的 每天思问 及爱因斯坦的 每天的提醒 我们都可以看到 他自律的严格性 自觉性和赤品性 他的自律 与中华人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与佛教的教义 学说相结合 与马克思主义原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说 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 相结合 与国际的先进文化 外国的伟人 科学家的思想品格 与高僧大德的思想品格 相结合 创造和达到的 自觉的最高境界 圆圆 我们编辑的赵五初 嘉业记 虽然不能够概括 赵五初的全部思想 但却是他思想的精华 其内容读到 八人申请 我们编辑赵五初 嘉业记 为了是弘扬赵五初的 从高精神和宝贵思想 并表达我们纪念 和学习赵五初的一片心意 赵五老非常重视 古人 伟人 名人 和佛学大师的嘉业景句 他成为自己 编写了一本 自律格言 1991年12月 赵五老主编的一册 佛教嘉业书法集 他指出 编写嘉业集的目的是 为自己 为大众的心灵 进化和美化 尽一些心力 从而有助于 社会风质的日新 国家的日益文明和昌证 赵五初嘉业集 从赵五老百余万字的文稿中 从其两千余首诗词曲中 从其书法的作品中 共选取了二百余地嘉业 其中书法作品 近八十五 赵五老饲养 功能披露 文体 尖锐 花 赵五初嘉业集 突出地展现了 他这一伟大饲养家的风采 赵五初精工哲学 赵五初嘉业集 所选择言论 精辟深刻 富有哲理 从这些家业中 我们可以学习到 赵五初 修身治学 治国的原则和心得 他的每一段家业 都是用精面的语言 概括 总结了 某方面的问题 或深刻的说明了 一个重要的问题 比如 佛教于辩证法 保留古文 保存活摧等 其中 并还要丰富的历史内容 和深刻的哲理 因此可以说 每一段话所概括的内容 实际上是一篇大文章 或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 赵五老子 在遗语中说 遗体 除眼球 献给同人医院 眼部外 其他部分 饭可以一座病者 请医师尽量取用 用后 以旧重担包袍火化 不留古灰 不要古灰河 不搞离止告别 不要说安息吧 赵五老生前 主播文 不要对他说 安息吧 这不是简短的一句话 而是赵五老人生的 最崇高的意愿 他不仅在自己的 有生之年 勤勤恳恳的 为中华民族的土地耕耘 而且在他死后 还用他的思想 灵魂 为主国和人民 继续劳作 造出的遗嘱 感人至深 这不仅体现了 他无私奉献的人生观 也体现了 彻底的 辩论法的世界观 他真正的把自己 融入世界和宇宙 具有最广阔的循环 对宇宙自然社会 具有最全面的认识 具有最高畅品格的人 具真正实践的 报国家恩 报众生恩 报父母恩 报国恩的志愿 才能有这样的认识和评论 学习研究宣传赵武初 在当前 尤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当前社会的现实 我们可以看到 腐败的满眼 道德华国 学风败坏 因此要学习赵武初的 反潮流精神 以赵武初为榜样 大力弘扬 以流为先的从劳精神 赵武初的从劳精神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和实战精神 在本质上 就是以流为先 居忠于祖国 热爱人民 追求真理 坚持理想 坚固奔斗 赶于胜利 每一进取 开拓创新 淡多名利 无私奉献 他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 用智慧和汉水 为民族独立解放 国家互家 和人民幸福 谱写了 民垂青指 标榜千秋的壮丽篇章 它是民族的脊梁 时代的先锋 祖国和人民的骄傲 党和人民 将永远铭记 祖国将永远铭记 毕丽篇将永远铭记 以上就是我们召开这次 徐复研讨会的根本功底 谢谢大家 林敏胜曾经 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花脸 赵不老的一生 确实是非常光辉 非常伟大 在他去世十周年之际 很多朋友都希望有个机会 表示一下自己对 普老的敬仰 缺席怀念之情 所以今天报名发言的 一共大概有将近二十位同志 由于时间所限 所以希望每位发言者 能够掌握时间 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不要太多 或者的话他们排到后面的同志 就很难有什么发言 当然除了报名的二十位同志以外 还有一些想自由发言的 所以估计今天发言的人会非常多 那就请大家自己安排一下时间 下面请杨泽文介绍 这是刚才我请介绍了 是中国受词院的农医学部委员 原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所长 他的发言题目呢 是照顾出对新时期佛教的卓越奉献 谢谢 各位学者寡师 中国一初的爱国宗教人秀 中国国教会前会长 照顾出已经十周年了 我们再次进行纪念研讨会 缅怀他一生的光辉历程 它为国家进步 国教事业的发展 做出卓越贡献是非常有益的 下面我想从这方面 简单回顾一下 到处便是对新时期佛教卓和卓越贡献 第一 协助党和政府弱视宗教政策 指导佛教界迅速回复孙愿组织和宗教活动 失联文革 对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 造成极大的灾难凝破国 对中国宗教也同样如此 佛教世界很便宜毁灭 文革结束后 对了全国波兰反省的进行 以照顾出局势 为代表的佛教界 佛教卓越贡献 协助党和政府弱视宗教 需要自由政策和客奖法规 为尽速回复克制 佛教自愿 国家组织和宗教活动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80年底 中国国教会 举行了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 认真整结弱视宗教政策的情况和经验 明确新时期佛教的任务 修复国教章程 在政治会议上 赵普术是当选为中国国教协会的会长 1983年是中国国教协议 成立三十周年 在12月召开的国际世界领事会 二十会议上赵普术做了 中国国教协议 三十周年的报告 回复国际成立三十年来取得了成绩 基本能量以后 正式提出了人间国教资料 此后在1987年 1993年 中国国教协议 五四六次代表会议上 赵普术也被选为会长 在赵普术会上的指导和 克西佛协议 慈愿 宗族敬仲的共同体力下 从文革结束后 开始的落日宗教政策 回复与开通寺庙 建建组织 培养国教人才 发展文教事业等方面 都持着正大进展 使中国国教顺利的进入 与社会 与社会 相适应的新的这个时机 第二 创造人间国教 推进国教 走与社会 与社会 相适应的道路 赵普术局势 有花三年 在国协世界二十会议者 做的中国国教教会 三十年的报告中 明确地提倡人间国教资料 同时提出继续发扬 中国国教的 民传征证 诸重学术研究 国际油耗交流 三大油脚传统 在1987年 国际五届会议的报告当中 再次参临了这一次讲 亲修订的国语 也当成也将 曲唱人家国教 集体进入次讲 发奖国教流量传统 再入第十第二条 此后 赵普术在国际内界 互议各种场合 与人间国教资料 拥用创造和善事 赵普术 创造的人家国教 可以概括出以下内容 爱不爱笑 忧持武界实战 与大众 复杂的四则 六度等借规 和作为理念规范 关心社会 治理抓烟政府 利润努平 为社会主义现在化建设 地域奉献 发扬中国国教 农产兵政 诸重学术研究 开展国际 娱惑交流的 优扬传承 加强自身建设 发展 脱教文化和教育事业 维护法律尊严 人民利益 民主团结 社会和谐 维护祖国统一 可以说这是一条 能够促使中国国教 与时俱进 与社会主义社会 密切适用的道路 第三 针对国教界出现的问题 想加强执政建设 作为因果 国教界重要任务 在国教事业进入 恢复振兴 和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 针对国教界 在社会转型过程当中 出现了种种败坏脱脚生育的 不良攻击和健将 以赵博珠为代表的 国教学领袖 实时的想加强 自身建设的任务 续到日程 1993年 中国国教界第六届 全国代表会上 赵博珠 与时做中国国教学会 四十年的报告 给国教四十年来 非凡的历程 和海洋开放以后 取得了成绩进行回复和整结 以国教与社会 与社会相协调的 给重大问题做了掺示 特别强调 经济当前行事 和国教的实际情况 着远国教学事业建设 和发展的未来 各级国学和全国国教界 都必须把注意力 凭多重点转移到 加强国教资深建设 提高四重素质上来 加强国教资深建设 就是加强信仰建设 道工建设 教职建设 人才建设 组织建设 这五方面 信仰建设是核心 道工建设是根本 人才建设的关键 教职建设的基础 组织建设的保证 并当认为 这国教得以 进度恢复和发展的 大好政治家 教育出代表 中国国企业 就是特技国教组织 实验 将加强 包括信仰 道工 教制 人才 组织在内的 五大建设 去到重要工作日常 并且强调进步 发展国教文化教育制业 意味着中国国教大陆 中国大陆国教 已经进入一个 新的发展时期 可以认为 这是照顾初的大陆关键 实验人家国教之家 所做出的 新的正大贡献 第四 强调国教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主重部分 出发国教 融入社会的渠道 新的发展以后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 社会上一些人 就有一个国教的隔膜 或者是未受 到对马克力宗教执政的 片面的理解 或受基础 资料的影响 不能正确地对面国教 甚至将国教与迷信 统统起来 最常见的是将 国教做简单化的理解 认为 招香磕头 求神拜佛就是国教 照顾初在文革后 并且多次驾驭重新 若新 1984年 照顾初初 世界佛教土联游会 以及世界大会 提交的 佛教和中国文化的文章 概要而精确地 论出了中国佛教的历史 和主要特色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一些关系 从整体上 将世界展示 中国佛教真实面貌 和对中国佛教 同化的重要目标 从前九月 赵武术出席 中国佛学院本科生毕业年底 做了学问 无始终的讲话 需要周间人两次写信建议 经过要加强国教研究 并以历史学家 专国栏 智力研究国教武力 下以说明 要求学生 同会认识 国教在中国文化史的地位 集体开展国教研究工作 1996年 法云第二期 发表了赵武初 与广东他的几位青年的谈话记录 要研究国教 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同年赵武初为文史知识 第十期 写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文章 对《佛教是文化》 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说《佛教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在历史上 重用对中国的 哲学、文学、建筑、艺术、天文、音乐 音乐和文化拥戴 产生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 文章 还对新时期 弘扬人员佛教 其中的实际的探访 造出给《佛教是文化》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组织故事的观点 是对《佛教》本来面目的正确反映 不仅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需要有重要的意义 其实在现在也没有破实 能持有这么的现实意义 研究和掺识 介绍国际的历史 佛教对中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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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和贡献 是当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要求 是社会主义文化建筑的需要 佛教作为传统宗教之一 要在社会上传播和罚取、亏、劝善、哲、利益人权 造护社会、促进社会和解的功能 虽然主要以宗教的形态开展活动 然而同时也可特种旧文化 佛教文化的形态 让社会更多的 追信仿佛教的人权 接近佛教和了解佛教 从而拖宽佛教融入社会的渠道 扩大社会的佛教的社会影响 第五 重视培养佛教人才 致力发展佛教文教职业 造护书十分重视佛教人才的培养 与党和政府密切配合 以80年恢复以文革而平顿的中国佛学院 此后在造护书的关心和致志下 南京七家山和苏住伦彦山 这里的中国佛学院的分院 各地也相继建立佛学院 在造护书的主持下 中国佛教协会有86年和1992年 先后两次召开全国的 汉语系佛教教教育信用作单会 要求发表了 他会以提要强调当前和以后相当事实际内 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密的事情 第一是培养人才 第二是培养人才 第三还是培养人才 提出调整教育规划和课程安排 制定相同措施组织编辑教材 评刑教内外专家学者 教员加讲教师队伍 培养研究生 讲国外 派留学生等设想和课施 极大的促进了中国佛教教育制的发展 教育出基因的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组织的认识和图现的需要 十分正式的佛教文化的研究 在教育出的关心和主持下 中国佛教开展保护和整理佛教文物的多项工作 例如挖掘、整理、扩印、放缠、试经 编写中国佛教改革原书 出版中文版《中国佛教》 回复经营核心处 补课、玄奘法师、一段旋律 出版各种佛教文集 举办佛教美术、艺术展览 重立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 重印、清荡、设置永远、佛教在中国等 1987年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加奖教内外学者的联系 提起开展佛教学术研究 和国内外佛教学术交流 出版学术专注 编译学术年刊 佛学研究、其普及刊物、佛教文化等 此外 炽热感情 和推进中国佛教于是之之音的 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不仅受到广大国教信众的敬仰和赞扬 敬仰 也受到广大学者和民众的敬仰和赞扬 今天在这些年 赵武术居士适时十六周年的研讨会 共同演会 赵武术居士真心希望 赵武术的争前做出了业绩 今后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他的精神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他倡导的与社会将适用的人民间佛教资奖 能为中国佛教界进行并施行社会进步而不断得到发展 好,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杨先生 内容非常充实的发言 他对赵武术对新十七中国佛教事业的贡献 做了非常全面的很详尽的传授 对赵武术在宗教领域的活动做了很充分的肯定 对我们每个希望了解赵武术的这些同志来说 这是一个很有内容的 很值得大家思考的 谢谢,谢谢杨先生 杨先生,我们请这个叶曼先生发言 杨曼先生的提问是四伦居士 曾任国际佛教联合会的副主席 杨曼先生的发言题目是怀念赵武术 ワクコ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头一次见普老 一直到普老 两千年过世 那么 我们在这个世界佛教友谊会中间 我认识的经过 在1984年 在斯里兰卡开世界佛教友谊会 这一个佛教会啊 是泰国的国王 发起组织的 已经成立了很多年 那么 我呢 是知道 斯里兰卡那时候 有佛的设立 我是为佛的设立去参加了 那么 到了那个地方呢 正好赶上 这个 当时的大选 选举 所以 我一点也没担心 因为我是头一次参加的 就在那时候呢 那么 有一次 我偶然间 经过有几位在那儿讨论 谈论 就听他们说 今年啊 这个 北京啊 派人来参加了 这个 他们用英文说了 他们说 不得了 包括Maker来了 就是麻烦制造车 他们来了 我们怎么能够防御他们 这就是 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 正好呢 在他们开会的时候 那么 我从那边走过 后来就听他们告诉我 他们就问 刚才走过的这 是个中国人吧 他们说 是中国人 就打听打听他的名字 我们 想想办法 那么 当大会开始选举的时候 我代表台湾 赵先生 代表中国 看着英文的26个字母牌的话 C 坐在大庆上 我这个T 台湾的T 坐在三楼上 所以 我是从高望低 看全球 成 那么 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 就开始选举 于是就有人 这个大会的会长 不选举的 因为这是泰国的王室主办的主仪会 所以从前呢 完全大会的会长 是由泰王的坑衣来充当 那么等到泰王的姑姑过世了 那时候呢 就是代表泰王的 这个代表呢 就是泰王的秘书长 所以会长不用选举 只是选副会长 副会长呢 要选十个人 于是就有人提出来 中国的代表赵普初 那么这一提出来呢 我就看一看底下 我就想那位大概就是赵普初先生 突然间就有人说 我提议另外一个人 就把我的名字提出来了 我当时吓得我站起来了 因为我没有想到 这个大会居然记得我的名字 我头一次参加 而且坐在高高的三楼上呢 跟人没有一点联络 他们就说 好了 副会长 选吧 选副会长 于是呢 就说 既然有人提出两个人来了 一个是Mr.赵普初 一个嘛 就是我的名字 开始选举 选举的结果呀 简直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得了47票 赵普初先生是得了4票 于是呢 赵先生们就站起来了 我不是退 离这个整个的大会 组织 我是抗议退出这个大会 于是他就带着他的相当多的人 就走出去了 这时候呢 因为赵西先生站起来 我就看到他 我说他不像个川普美克吗 那么样温温如雅 那时普老可以称为一个大帅哥 实在很漂亮 穿的衣服非常漂亮 一切 那个风度偏偏 我说这怎么像个川普美克呢 而且那个脸面都是非常慈和安详的 这是我头一次知道出了 那么这个到1986年 尼泊尔国王四十大庆 还是六十大庆 反正他做整寿 同时大会呢 也在那开会 那么尼泊尔的国王呢 在宫里头接见这些大会的副会长啊 这个会长啊 这些代表们 那么我正好代表 以副会长的资格去参加 大王那儿呢 这个当时的大会的会长 因为我是十个副会长里头 唯一的一个女性 其他的副会长呢 都是男人 那么会长呢 非常的和气 他坐在头一排 那时候我们是在宫里头先见 这个 对不住我 你先拿这个水来 谢谢 那么 我们就先到王宫里 去见 国王 这个会长呢 一看我进去了 他就让我坐在 他红月第一排 我后来 我想想 我说 赵不出 很可能代表中共 参加这个庆祝会 于是我就问会长 我说中共有代表来吧 他说有 我想 待一会儿 土老要来 赵不出要来的时候呢 还一定坐头一排 那么我临时让坐量 非常的尴尬 非常的难为情 所以我就说会长说 我说我坐在第二排去吧 他说没关系没关系 我坚持坐在第二排 待一会儿 果然 除了跟着赵夫人 进来的 但是我头一次见到赵夫人 他们就坐在头一排 我刚刚坐在赵夫人之后 我想 我这一个要求是对的 待一会儿 国王进来 国王一进来 这个会场里头的 所有的龙武被摆棺 尤其是武官 根本是都穿着着军服 大家全都跪下来了 这一跪下来呢 我们于是参会的 也都干起来了 这时候我看到国王进来 国王相当漂亮 也穿着军服 那当然是上将的军服了 那么当王五百官都跪下 等着国王说你们起来的时候 赵夫人开始咳嗽 我那时候也几乎要咳嗽起来 我知道他会感觉很尴尬 因为怎么样 场里是鸦雀无声 我这时候想到怎么办呢 你知道我这现在的喉咙吗 很不好 我有一种啊 就是军服的那个 那种骗 我就正好坐在他后面 我就捅一捅他 就把那个军服的那个盒子 交给他 然后我轻轻的跟他说 我说你含在嘴里 别咽下去 那么他的咳嗽就停止了 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么等到散了会以后 我们出去 普老在门口等着我 他就想我一和时 谢谢刘师姐 我这下到大惊讶 我说怎么他连我的娘家姓都知道了 那么就是这样呢 我也就更接近他 看了他 以及向他还领 那么这一场过去了 后来呢 在佛王的这个 没有 我想想啊 对 在一 在这个 这是一九八六年了 那么 我们 当我参加一九八六年 这个集会的时候 那时候 两岸的关系很不好 那么 我您走的时候呢 这个台湾的政府 派了 内政部的 外交部的 松脚局的 三个机关的人 到我家里来 他说现在呢 你 以副会长的资格 代表台湾 参加这个会议 而且呢 会要在皇帝里头 来见面的 我想 这个中共呢 一定也派了代表 现在啊 那时候 两岸的关系很不好 所以 这个三个部队里头 派人来 跟我说 你 不可以 跟中共的代表 交接 但是 你也别逃避 就拿最冷淡的 态度对付他们 我就想 又不准交接 又不准逃避 我真很难做人呢 结果一到 尼泊尔王宫呢 这时候 国王来接见的时候呢 果然看到 赵普老 跟前一任的官禅 站在 尼泊尔国王的两边 他们看见我进去了 那么 就 微笑着对着我 我就记得 我临走的时候 政府交给我的 不要跟他们有态我 所以他们 微笑着对我笑 我连看都不敢看到 轻松茫茫茫 给尼泊尔国 行李的大礼 这个大礼呢 常告诉我 这要笑 外国人那样的 他才能接受 不只是鞠躬而已 所以我就赶紧 逃走 离开了 等到 这个 见了国王之礼以后 就是茶会 这时候呢 普老跟班禅 就 又找着我 想要跟我说话 我一想 这怎么办呢 临走的时候 政府那么严重的 想我紧张 我不能够 一定会 假设违背政府的命令 下回政府 不让我参加会议了 所以 我就赶紧 匆匆忙忙的离开 这样的话呢 跟普老 这是第二次正式见面 那么 到了 一九 这是 一九 九九 对 到了一九 九 八年 一九八八年 对 那么 又召开会议 那么 这时候呢 我们是 福老 在这个八八年 又是改选的期间 那么 我就被选 副会长连任 福老呢 也当选副会长 当年呢 我几乎每一年呢 要去泰国 现在闹得很乱的地方 每一年也要去两次 因为到他们那儿 开执行委员会 这样也跟普老呢 常常见面 慢慢的话呢 我们就 慢慢的熟了 因为谈谈了 见了面了 有一次 有一次 在这个 大会的期间 那么 除了我们一块 吃饭 他们招待 在这个习呢 这算是贵宾习 VIP的一个圆桌上 桌上呢 其他的贵宾呢 都是其他的国家的人 代表呢 桌上只有两个人 中国人 我跟普老 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 但是这时候呢 在桌子上 就是两个中国人 我说我们两个人 要捧着脸啊 这样的话 太不像话了 而我知道普老 是一个非常洋化的人 他 我平常 我要不伸出手来 他不会伸手握你 你要不像他 头一个点头 他也不会招呼你 所以这时候 我说 我们不能让 其他的贵宾们 看着两个中国人 这么冷眼相对 只有我先开口 我就说 听说 大路 房山 发现了十颗板筋 这时候赵老 很兴奋 他说 你也知道了 我说是在国外 也宣传的很厉害 他说 你要不要回大路来看看 他把电话号码告诉我 同时把中国佛教会 在北京的地址告诉我 他说 你回到中国以后呢 你想要看什么地方 或者要的 我都可以替你安排 这样的话 我向他道谢 同时呢 我第二年 我就回去了 回去了 我先给他打了个电话 我说 我真回来了 他说 欢迎 你到我这来请吃 我请你吃中饭 我说 很好 我这样的话呢 我有很多事 你要向你请教 然后他就 请我吃了一桌素菜 那可以说 真是漂亮 讲究都不得了 有很多午餐 但是呢 没有白吃的午餐 他说 现在 在庙里说 我请你 讲 心经 我当时就想了 我说 真是没有白吃的午餐 他那时候 差不多 不只是 这个 这个 佛教会的几个人呢 当时有好几百人 在一个大礼堂里头 可以说 有出家的 有在家的 所谓 僧俗四众 都到了 我并没有想到 他要让我讲心经 我那时候呢 幸而会背心经了 那么 我就给他们 讲了一场心经 这样 是我跟佛老 很 更进一步 认识 接近 佛老就问我 他说 你还想看什么地方 他说 我不是告诉你 房山 有这个 十克半经吗 我说 这就是我这一次来 想看的地方 他说 好 我给你安排 于是他就 安排了车 同时 安排了人 就陪我到 房山去 我一到房山 看到 当时的 五座大殿 只有 一座大殿 两座塔 南塔 北塔 北塔还不住 南塔 没有了 那么据说 是跟中日抗战的时候 日本想着中国有这么多游击队 在哪儿村呢 在哪儿住呢 一定在这个庙里 所以据说 他们派了二十几架的飞机 从头 一直 炸到尾 所以 那真是一片瓦砾啊 碗地都是碎炸的 然后呢 空的 那个 砖头啊 滥草啊 一个 佛像 从日本人炸 到那时候 露天 五十年 他的手指 一个手指 三个打 一个是两个 对着这个情形 想起日本的清寡 侵略中国 我 真是 不知不觉的就流下眼泪来 同时我就在这佛前 我宣誓 我说我 一定要重建云居寺 然后我就跟当地的 一位 管理员说 我说 重建云居寺 大概需要多少钱 他说钱不少啊 要三十万美金 当时的一块美金 都不得了啊 三十万美金 我说我愿意发了 话是说出来了 我上哪儿去找这三十万美金呢 于是 我就 从那个以后 我就开始 游走各国有华侨的地方 就把我在房山 邻居寺寺室的这个院 说给大家听 我说 希望你们 为了祖国 为了佛法 把这个监察 希望你们出钱 真是很幸运 不到两年的功夫 我捐了三十二万 那么 我 普老呢 就跟我说 你把这三十万交给我 可是那时候呢 这个 重建委员会的 是当时的 北京市的副市长 和鲁丽女士 他也是政协 那么 他就派人 转告我 说是这个钱 因为我是 附建委员会的 主任委员 你必须交给我 所以 在这个两个人之间 我这三十万交给谁呢 我就跟普老说 我说 我们您啊 不跟关斗 不可不交给你 我交给何鲁 和鲁丽女士 他说 你知道啊 我这还有个大象国寺 也被毁得很厉害 我希望 你能够给大象国寺 也捐点钱 这以后再说吧 那么 我就把这钱 交给了何鲁丽 何鲁丽 你接收这个 笔钱的时候呢 那么 那是非常的庄重 等到我走到明居寺 我一看 四座 被炸的四座大殿 都已经修好了 而且呢 在修大殿的时候 发现了佛的设立 所以在大殿 五层大殿之外 旁边建了一个设立殿 然后呢 从前呢 这个 皇帝啊 每一年都要去朝拜设立 所以原来这有那个 皇帝住的殿 也盖好了 所以我这三十万 盖了六座大殿 同时呢 发现了佛的真正的个礼 我把这钱 交给了 何鲁丽 跟班产以后 那么我的责任就了了 看见店 已经都修好了 那个砖头瓦砾呢 也都排除了 我感觉 我这可以有交代了 但是三十二万 还有两万怎么办呢 我就想这两万 那时候 我一直现在打听这个人 当时据说 有一位先生 得了肺的肺炎 Cancer 肺的Cancer 但是他很努力 他就要盖希望小学 他把这个河北 这个北京市附近的 希望小学都盖了 那么人家说呢 他活不了几个月了 但是他现在呢 开始在云南贵州 去盖希望小学 那么我转转 得到他的电话 我跟他就通电话 我说我现在这 还有两万位鲤 我希望 盖一个希望小学 你说可以不可以 他说 当然很好了 这样的话呢 请问你是以你的贵姓 用什么名义 我说我不要我的名字 我也不要文贤的名字 就用当地的名字 他没有说话 他说好 你把钱汇到哪里来 我就把那两万文金汇给他了 汇给他了以后呢 后来我们的朋友 真正到贵州 贵阳去 非常艰难的看到了 结果这是文贤第一希望小学 我不要名字 反而文贤在贵州出现了 这样以后 这样以后 差不多在贵州 云南 带了十三所文贤希望小学 那时候呢 这样就让当地的穷苦的人 可以在那念书 后来呢 这个 我这样的话 跟赵先生 这个 人到了2000年 赵夫人 给我通了个电 就说 父老身体不好 现在住在医院里了 他很想见见你 你能不能来啊 我当时就答应 我说 我买啊 买好了飞机票 立刻就回来 所以 我就赶回来了 下了飞机 直奔医院 那时候 普老 听耳觉 耳朵的听觉 不是太好 当我问他什么话的时候 找夫人 必须在普老的耳朵旁边嚷嚷 叫 我这时候觉得 很不好 我就跟普老说 我说 我用笔来提文章 我就告诉他 我说普老 我这个写给他 我说 我在国外 成立了文贤书院 利用的是文厨 的智慧 普贤的行愿 用文贤书院的名字 我说 已经成立了 我讲中国三大文化 这样的话呢 我说 我一个礼拜 讲六天 同时呢 训练大家 或答复问题 我说 有二百多人 在我这文贤书院 听我一个礼拜 讲五天 然后第六天呢 让他们答复我的问题 普老就笑了 他说 这也是我的心愿 但是我没有做到 恭喜你 希望你 将来 回到中国来 也成立文贤书院 我 当时看到普老的神情 我心里很难过 所以 我也就在医院 住下来 陪了他两天 这时候 不用照夫人 趴在他的耳朵 说话了 我用笔血 他用言语的 然后我们就谈到 怎么样 可以在三反五反之后 我们能够把中国的文化 能够恢复 发扬起来 发扬起来 普老说 就看你的了 希望你好好努力 好好保重身体 其实我只准复 比普老 比普老 小七岁 那一次 那一次 跟普老告别以后 没有多少天 就说普老走了 我说我终于跟他见了最后一面 后来 我觉得 政府越来越开放 于是我就试着回来 那时候 我头一次回来的话 是叶晓文先生 在西安 设了一个道德经的论坛 他给了我一张飞机票 头等的飞机票 我是头一次 除了在广义四 讲新经外 这时候我就在西安 开讲道德经 结果只给我 几十分钟 台上有七个人 有一些 还有一些外国人 但是没有什么人 真正提到道德经 所以 结束以后 我跟叶晓文先生说 我说这个票太贵了 这简直 这个糟蹋 这个浪吹国堂 我觉得我还应该 多讲一点 我想到北京去住几天 给北大的 我的 北大 清华的校友 跟他们见见面 跟他们谈谈 你要不反对的话呢 我就去北京了 假设你要反对的话呢 我说我立刻打飞机 就回 就回去了 叶先生很有意思 也不答应我 也不否决我 就冲我笑笑 连头都没点 我于是 就赶到了北京 赶到了北京 我就开奖 这时候 给北大 给清华 还有一些 他的地方 最后在居士林 开奖 道德经 跟维摩接经 没有人干涉我 也没有人 这个提出了 任何不满的 一直到 去年开奥运会以前 听说 我们的火把 在法国 出了点问题 我就想 那时候在居士林呢 我已经聚集了 七百人 后来他们 甚至于把他们的办公室 都被挪出来 来 这个 容纳 这些听讲的人 我说 在国内 原来这么样 喜欢 听 这个文化 所以我就 决定在北京 定居下来 所以当我到北京 定居下来 我一到北京 就去拜访 赵夫人 跟她说 我回到北京来了 那么跟赵夫人 谈谈 我的计划 她说 这都是 普出 想要做的事情 他们又做 她就走了 说现在 你要不要看 她在家里的 那个纪念堂 你去看看她呀 我一到她 那个纪念 是很小 我心里就有个想 我说 假如 我真在 大陆 有个文献书院的话 我说 一定我要设一个 很大的一个房子 把普老 写给我的那些字 写给我的信 把她挂起了 作为普老的纪念室 现在 我是回来了 那么 您过很多朋友的帮忙 大家 准备让我讲 讹明言经 我已经在北大 讲到的经文 现在清华 也希望 我能够讲 那么 出版社的张正刚先生 希望我讲社会问题 我说 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了 我现在 很忧虑死亡 再有四年 反正我的岁数 已经公开了 我也不必满岁数 今年96岁 最才有四年 我说我 真是 前途有限 我答应了这么多事情 所以我现在说 能够 在这个 有生的余年 我能为国家 为 这个年轻的朋友们 把中国的三大文化 就我所知 介绍起来 这样的话 我是 真是可以说 上宝四重恩 国家的恩 父母给我的 教养的恩 还有我的老师 引领我 学习的恩 我想起我北大那些教授来 从护之之先生 到前护先生 陶西圣先生 这些人 都给了我很多的知识 很多的了解 而最让我感情的 是我认识了 普老 当我认识普老以后 这个二十六年间 普老 一直的 夸赞我 鼓励我 所以 我 进我的余生 只要在我没死以前 今天 他过世十周年 李先生 给我一个请帖 我接到请帖的时候 李先生在心里头 是说 希望我讲一讲 我跟普老 相识的经过 这个呢 就等于 谈 跟诸位谈谈天 跟我说 普老 二十六年前 我跟他 结交的经过 我是个厚思者 我要进我的余生 能够为国家 为民族 为年轻的人 能够做点什么事情 现在大家都看出来了 二十一世纪 是中国人的世纪 在文化方面 没什么可说的 我们世界的 最古老 最伟大的文化 现在大家都以大国欺修 我们 还没有呢 2020年 是不得了 我认为只有不到十年的功夫 中国会成为世界 最老的文化 最高的文明 至少 至少 跟美国 跟西方的国家 同样的 我们的 国民收入 GDP 跟他们 至少一样 甚至于超过他们 这就要 由 在座的 比我年轻的人 好好努力 不到十年 大家 全世界的人 会拥来中国 向中国 来讨教 我们自己 先准备好 所以 我说 在普老 逝世十周年的时候 我再向 普老 向他 跟他说 我这个 后死者 我们啊 真是 献此身 献此心 把中国的 文化 尽量的 发扬 出来 尽量的 把我 能够 所知道的 东西 尽量的 告诉大家 你要告诉我 就是让我 谈谈我跟 普老的 小姐 普老的 聪明 普老的 智慧 普老的 处事 那种 圆庸 通达 他拜人的 那个 和气 善 这个 真是 让你会觉得 真是 和来和亲 他 走了 都走了 十年了 我还能活多久 我不知道 我会尽我的 力量 将来 真正 死后 还有个 地下的话 我能见到 佛老 我可以跟他说 在你的 期许 跟 免疫之下 我虽然 没有完全 做到 但是 我尽了 我的 力 了 谢谢 诸位 我想 在座的朋友们 都会 非常惊讶 叶先生 以九十六岁的高龄 这么清晰的 这么详尽的 这么 充满感情的 可以 他和 普老 交往的 过程 让我们对 普老 生活的 另外一个方面 有了更 真切的 体会 让 在座的 很多朋友 都非常 感动 所以 我要代表 大家 向 与叶先生 表示 非常 深切的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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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动 来 休息 那点 我可以可以 下面我们请中国人民大使教授方立天先生来发言 方立天先生这个发言题目是 总结照顾老宗教思想 发挥宗教界极其作用 主持人大会主席各位理会的先进 大家好 很高兴我们要在这个会议 那我想我们要继续佛老 他诞生 四十九年 我想最有意义的就是要移行他的 理层 他的思想理层 精神遗产 文化遗产 那本到这个理念 在2007年的时候 在理念佛老诞生一般经验的一个学术会 座谈会上 我做了一个学习 照顾老总览全局 推脱创新的主乐品格的观点 这个是从佛老如何观察 认识和领导 中国佛教的角度来看来来总结的 当时我就想 佛老还有很丰富的宗教思想 也值得我们总结 所以这次我就借我们体验佛老四十九年的机会 总结一下佛老的宗教思想 以其更好地发挥宗教界的集体作用 我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佛老的爵士定位 以及宗教思想的形成 第二是讲佛老宗教思想的要点 第三是讲佛老宗教思想的限制价值 所以讲第一个问题 佛老的爵士定位 以及宗教思想的形成 那么佛老的爵士在这么强的历史活动当中 是不是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去考察 第一 佛老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同时又是当代的宗教领袖 他作为一个佛教徒 对宗教有虔诚的信仰 有高度的真宠 对宗教有很多实际的情练 他又长期担任中国佛教学会的会长 作为一位宗教领袖 他对宗教的历史和现状 功能与着用 有过深入的思考 必留着远界作识 第二 赵佛老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是国家领导人之一 佛老在社会上广告朋友 恶性社会事业 社会无法慈善事业 是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央名誉主席 为国家事业做出了贡献 作为党的亲密朋友 建国前夕 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协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 第一届长期会议 后来担任了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是国家领导人之一 赵佛老很内博 他观察问题会从国家 社会民族整体的决斗来思考 他的宗教思想必有一种把握全局的大观念 具有很强的现实力力 第三 赵佛老又是一位文史大家 一位著名的人文学者 他只有《滴水级》、《天时级》、《赵佛老》、《诗词》、《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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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等 后来又出版了赵佛初《文集上下阅》 从他的著作里 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人文关怀 一种客观的理性的精神 赵佛老一生都是追求真理 追求学术 追求进步 追求崇高 因此 这也就也难反映到他的宗教思想上 具有相当的深度和高度 我想赵佛老宗教思想的形成 是和他的上述三为一体的九十定位直接相关的 赵佛老形成了关于宗教的 一个性质、功能、特点、威力等一系列观点的思想 他的宗教思想特点具有传业性、索理性和创业性 很值得我们当在宗教的学者思考和终结 第二个问题 赵佛老宗教思想的要远 第一 宗教的结构 宗教的结构 赵佛老认为宗教有三个要素构成 第一 第一 宗教是一定行退的思想信仰体系 第二 宗教是一定行退的文化体系 第三 宗教是具有同一思想信仰的人民结成的社会实体 赵佛老书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两个方面的思考 认为宗教有三个要素 我想在这三个要素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强调宗教也是一定行退的文化体系 突出了文化的宗教性 他说佛教有自己独具的优势 一方面能给人类提供一种精神信仰 另一方面又具有总结人类文化 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智慧和方便 在这个物质文明空前发展的时代 能够面临到精神家里确实的困境 而佛教作为一个文化体系 具有许多明显的优势 能够完善人类的精神品格 为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 做出一年的贡献 二 宗教是文化的观点 1991年赵普老产生宗教是文化的观点 说宗教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宗教是文化 他又说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他是一种形态的文化 是宗教文化 他还把宗教文化提高到了精神文明 历史的高度 说竟因为宗教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所以发掘一群宗教文化的精华和优良 传统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的重要主义部分 后来1995年 他在中国宗教杂志创可新闻发布会上谈到 他说过去把宗教 把这些特征 就指中国宗教特征 都被关为五性 群众性 民众性 国际性 长期性 复杂性 我个人加了 极文化性 这表明他很强调宗教的六性 也逐渐他对宗教文化特征的重视 第三 宗教有无神论 第一 宗教无神论第一 托老过去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 佛不是神 佛是一位意识人 是一位思想道师 是隐忍人类 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精神领袖 由此也可以推论出福教谁中无神论 如果我们联系到福教反对上帝创造世界的全说 主张原体论 认为世界一切事物都是音乐调节聚合而成 所以我们师父也可以说 从终于世界观的角度来考察 福教确实具有无神论的因素 二 关于社会上无神论的宣传 他听说 无神论宣传应当 不从于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基本任务 对群众进行无神论宣传 而坚持正义教育 佛老强调少除宗教这个口号 少除宗教这个口号 也许予予予予争 第四 宗教与政治 95年 佛老在全国政协第八节三次论以上 做了关于宗教工作的 译解认识和义解的法言 谈到了宗教和政治关系 认为宗教和政治关系的根本原则是政教分离 政教分离的原则含义 包括了两个方面 第一一个方面 是宗教不得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等 另一方面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 应该尊重宗教信仰自由 不干预宗教的 不干预公民的宗教信仰 与宗教团结的那种事物 认为这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 而何事乃至否定另一方面 都是违背宗教分离这种基本原则 因此因为坚决反对 和政治以教对政的不法现象 同时要坚决克服以政对教的弊乱 此外 佛老优积极提倡 宗教徒因为参政 逆政 为社会服务 比如宗教与民主 佛老曾经有这样的讲话 他说宗教和民主是可分的 宗教和民主 宗教工作和民主工作 又是不可分的 他认为宗教和民主的关系 不是相等的关系 宗教不是民主 只为民主的一本特征和决定条件 在某一个民主中 有信仰宗教的和不信仰宗教的 就信仰宗教的说 在同一个民主中 有信仰不同宗教的 在不同民主中 有信仰同一宗教的 所以不能把民主与宗教混同起来 但是宗教工作和民主工作 也不可分信 特别是小说民主地区 有的小说民主信仰一种宗教 这种宗教工作和民主工作 就是密切不可分离的 我们不但要做好民主工作 换成好民主政策 同时也要做好宗教工作 换成好宗教政策 这两个是相辅相成 相得一样的 第六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 佛老被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 相适应的一个议讨会上 九十年的时候 他比较全面地认出了 探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 相适应问题的意义 分析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 相适应的条件 指出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实体 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 相适应的依据 阐述了实现宗教与社会主义 相适应的前提 这都有重要的理论学术价值 第七 宗教与和平 佛老 他说着重什么两个方面来讲 这个问题 这方面从佛教来说 他说佛教是讲和平的 所以他强调佛教嘴和平的教力 向于团结 他所说佛陀的教力 就是和平的教力 佛教徒追踪的最高境界 就是圆满的和平 无有挂碍 无有恐怖 就大自在 就大安乐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 佛老尤强调 世界宗教徒的团结 共同保卫世界和平 认为有了宗教徒 有宗教徒的团结 就有助于这个世界的和平 他号召世界宗教徒 把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 作为人类共同的神情事业 他还指出 宗教的本质是和平的 各宗教追踪 终结目标 是个体心灵的和平 和群体生存环境的和平 因此充分发挥宗教徒征 维护人类合并方面的积极作用 争取世界世界的持久和平的美好前景 最后一把当代宗教 当代中国宗教的基本特点 佛老将当代中国宗教的基本特点 并包为 我国给个科幻和现代化天性世界的助力 可以帮助的助力 而不是主力 主为的主力 是党和政府可以信赖的同盟者 而不是异议力量者 又说 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似力 始终是我国宗教的主流 最后第三个问题 赵佛老宗教实际的建设经营 有建设价格 一 有助于提高 丰富 我们对宗教的认识 普老对宗教的本质做了界定 回答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宗教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它是有很重要的心理意义 第二 有助于缓解化解当前 我国中国宗教的问题和矛盾 我们要有问题意识 要善于发泄问题 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我想当在中国宗教工作 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 同时也要看到 中国宗教的 有些深层次的矛盾 比如宗教与政治关系的问题 宗教与私所社会的关系问题 不同宗教直接的问题 同意宗教内部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 赵普老都在理论上 有了相对的回应 这对我们解决相关的问题 是有起立法和间接意义的 最后是有助于第三点 有助于发挥宗教徒的集体作用 赵普老的宗教思想归根到底 就是为了运用宗教中的集体因素 发挥宗教徒的推动经济社会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集体作用 这也是赵普老宗教思想的缺发点 谢谢大家 方教授是对普老有很深研究的学者 谢谢方教授的精彩发言 中文时间到了没有 没有我对眼睛不好看 还没到啊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林敏兴先生 还有各位理学者 大德 我非常感谢 林敏兴先生 邀请我 来参加一下一个 到赵普老纪念活动 而且给我出了一个体验 就是纪念赵普老 学习赵普老 也很符合我的信念 按理说 我没有资格在这里的讲 太多了 为什么呢 我是非 货教师这样的 店链 但是呢 我长期以来 受赵普老师 像名条还生 是他的最新者 有一些感念 可能说有一些感念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后来在那里 写过这个心情不好 所以没有写大块文章 我就是写了一个体感 最近呢 我们 国家整体纪念 社会纪念 两个失地人 一位是赵普老 一位是非烧同期 他是一百九年纪 赵普老师 其实是十九年 两个差三千 我认为啊 这两位 世界人 他们的贡献 一定远远超出 赚业的领域 而为全国人 所经养 并且为世界各国 所尊敬 他们不仅是 伟大的爱国者 中文女说者 社会活动家 赵普老师 殊敬绝 而且我觉得 最重要的是 他们是 远间坐实的 大思想家 我认为这是 刚才最缺少的人 这个 赵普老师 里面供钱 刚刚前面 几位线图 讲得一定非常好 非常熄同 我只 他们的个人体会 没有很新鲜 我认为其实宗教是文化 人间佛教的新的形态 新的内涵 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契合 佛教是中日汉的黄金领带 是推动 我认为它是推动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大调整 威哥以后做大调整的先驱 他的思想精华 更多的是 表篇在他的诗文里面 他的韵文 创作作品里面 那刚才我才讲了 对佛教通先生提出 中华民多元一体 提出文化知觉 个美之美 美人自美 美美人全家大多 我认为这是中国的学人 对民主学的最大重心 和对文明对话的最大的一个贡献 所以这两个人 是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高创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 出现能够一个解冰 他们的家里学 所以很值得我们教 那么这个 现在我简单说一下 我叫赵普老 对云间佛教 推动云间佛教想象发力 就在台课之后 当地云间佛教 最主要的在这 那么他的文章里面 认输了 佛教文化 对中国的学术 遗述社会的影响 并且想到要世间里面佛教 不是理论 要世间 农产定中 要服务社会 光业善缘 要开展逻辑 友好交流 推动世界和平 并且要诈调生产交流 可以与优秀人才 在街坊里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在前些年 曾经在一次回想 无疑的一次 就是我参加的佛教的会上 我写过一篇文章 我简单介绍这个要点 我说 从朝不老的 若干四次看 人便佛教真精神 我当时呢 会拿了四大精神 一个精神呢 就利乐以轻的精神 我以我认为 表现的词词很多了 其中最集中的 是我最感 感受最甚的 就是教师节 七游年写的定义品 不用天便秘 林英品 教师对眼前点事 为什么 我认为这次以前 没有人把教师 称为英条 就是因为利润有清 为社会服务 第二种精神呢 就是 知恩包恩的精神 知恩包恩精神 那么他 他的词词里边 有这样的话 迷袭 伤村日 喝感 戴伪 违攻 终生恩不尽 世事包吾全 因为现在有两种形态 有的人就觉得 别人牵自己 社会牵他 嫁了一种形态 还有一种形态就是 我包吾完的 世忠恩包吾完 那他就生活 态度就完成了 而张普老 特别调调 终生人包吾尽 这个 我觉得这些 我感受比较深 另外就是 我在负债的精神 大量精神 他曾经 他一次次里边 曾经 纪念中国法事 一世里说 太宗监柳英解放 当风历破 桃花浪 此意不输 离亏田 我在负债 吃喝酒 就是说 负 我要体现负的精神 不会比 问题 干得担当 我认为这个事 也是 明年负债的 一种精神 那么第四呢 就是 身心尺寸的精神 所表现他的 那个 一言是 身无心人 是忧无憾 花开汗落 忧水不断 我惜喝油 醉与爱惜 命运轻动 不老心 这个精神 是负用的 无我的精神 也是 社会主义精神 它会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认为 古老 一个有偏 表现 身体 一定不在世 但是它 无处不在 一直生活在我们的 心目中 成为我们的 一种榜样 所以它的精神 是不死的 再就是提出 宗教文化的 刚刚这个 李敏生先生 还有 法律先生 都说了 我们国家 因为受到 数量式的 马克力主义的影响 长期以来 亚洲人游行 东西人游行 那么现在感觉 一个重要的 就是被 宗教文化论 所取代 现在宗教文化论 一定为社会 各地 受认可 那么最早提出来 最早提倡 你就叫做 九十年代初 就明确地提出 不仅不调是文化 宗教都是文化 宗教是 人类文化 游臂组成 中国宗教是 中国 总化文化的 游臂组成 而且做了 充分的论件 我给这个意义 是非常重的 这样 就为宗教 使用 当代社会 开启了广阔的 空间 也为宗教学研究 投快了 反应 而且我原为 找不老 这个 通过宗教是文化 进一步 推动 宗教和 受制社会 向实用 我们 就是九十年代 中央提出来 集体引导 宗教 受制社会 向实用 后来又提出来 发挥宗教 在处境 社会科学中 的集体作用 在处境 定期社会 发展中 的集体作用 那么这个思想 赵古老 是比较早的 做了这种思想 而是在开吵 在世界 所以我认为 今天 我们把宗教观议 列为 无大社群观议 要促进和谐 赵古老 是大功臣 那么还有一个 我自己有体会的 就是说 他五步年高 不吃劳苦 开展大陆和港台 港澳台的教育 与汉语的教育 与东南亚 各国 是西方的教育 成为和平实践 提高了 中国和中华文化的 国际地位 现在在国际上 商有战 很高盛与的 中国人 不是很多 所以我觉得 赵古老的贡献 是多方面 我只是 更由我个人 接触和思考的样子 只是贪恰一点 我想我们建后呢 我提一个建议 就是我觉得 和赵古老的贡献相比 我们这个社会 今天 研究赵古老 宣传赵古老 是很高的 很多人并不了解 我们为什么不大力加强 来推动 把赵古老这个精神 变成一种社会精神 我想 会在进行我们国家 现代化的过程里边 会在进行中华文化的 从天的过程里边 发挥积极的巨大的作用 好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某中间教授也是 跟赵古老接触比较多的学者 跟今天上午前几位发言的学者一样 由于对赵克朗有比较深的了解 所以对赵克朗的认识 确实能够对我们有很多其他 谢谢孟教授 下面我们请林强先生发言 林强先生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原副秘书长 他发言的题目是赵克朗托起佛教文化的水产明星 明珠 各位官家 各位官家学者 各位高僧大学 各位同仁 今天和所谓中国佛教协会 推下来的一位工作人员 参加这次会议 我十分高兴 我请问以上 各位专家修理的发言 非常受感受 学到了很多东西 本来今天我有别的事很难的 但是我还为什么要参与这次会议 我就是想通过这次会议 更好的学习着 更好的学习他 医生为我 为教 为您 无私奉献的精神 这是今天我要来的 主要的目的 亏钱 我问李院长 让我讲一讲 就是 让佛劳 托起这个佛教文化的 取材名物这个问题 因为刚才好的 罗教师哥 都讲到佛教文化这个问题 我特别听了这个 这个 叶南岛 实践了以后 我临时有点变化 我想啊 我先讲一讲 我跟着佛劳 现在干了二十来年 你现在有点感受 然后你再把这个题目简直说一说 但是十年 也最终太长 我自己感悟十年 我原来是在关部五国 我是六五三年 到八三年在国部 当时做些新政旅等工作 当时花无封 当时是这个 登顾登部长的时候 我是在耳机 做主要负责 后来八三年 到零三年 才是中国分教新闻 我在这两个二十年当中 基督的高层领导 可以说是很多的 但是 赵五五五郎 我跟他相处的 只将在二十年当中 他的思想 他的品格 他的人格魅力 对我的影响 对我的教育 是非常之深 在我思想来讲 我还是不可比例 刚才丁老师也讲了这个问题 圣族人是小 一滴水 可以反映太阳的灰火 灌溃 一件平常的小事 可以反映一个人的高声品格 高声的精神 我在部长 相处当中 我这个时候 想起件小事 但不是小事 非常感动我 触动我 赵部长 八四年 起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后 但是国家不一定 要赶他换高级汽车 当时 我在佛学学院 我先当中国佛学院 把我对主任 教育 普老是院长 因为中国佛学院 是全国 是原理本格 最高的学校 全国是五十多个佛学院 都是东西 但是 普老提到六星副主席之后 给他派 请货员 不要 当时 曹思局是莫洞部长 因为我在国家部长 高中上 他拖人 让我跟普老讲了一讲 他说 我不要九个员 何必在 多当我一个人 有女士帮助 我就可以 我自己外面就可以 九个员不要 换高级汽车 也不要 那种国家 国内局的规定 像他的国家 领导人这样的 都有一定的规定 高级汽车 不要 因为他住的房子 是会长的时候 住的房子 那小链很小 很超市 我去过多长四 给他调大的房子 那种 国家 不像副主席 国家留到这条房子 还要不要 所以在这一点上 帝国教育特别是 特别是 某一次一位法师 普特山的一位法师 我乱去拜访 拜访普老 当时普老说 你想啊 你和法师一块 到我的小佛堂 去看哪 我是好 普老师 在前面走 我和法师在后 就更容易了 因为到建了福堂以后 还有拖鞋 我一进 普老在前面 先拖鞋 我在后边 我一看普老啊 还穿着戴骨 这个袜子 戴骨 这个袜子 我说我是和别人的 我家是很穷的 我这几十年 我都不穿戴骨的袜子 但是除了还穿戴骨的袜子 他家里所用的这些东西 好多都是解放前列 或解放处期的一些东西 他现在用的床啊 是两个单人床 并在一起 我家里我并不知道 所以我去过好多次 八七年的时候啊 普老的夫人 陈康之很老跟我说 你强啊 当时我在复习院吗 你给我送个小包子 就这么和你包板 我说我是干嘛用的 他说我这两个床啊 并在一起 这个还有风 有风 哎呦我一看一看 这个刺激很大 我说现在呀 好多一般干贵 一般的工人都不住这床 你应该把它换一块吗 普老师不同意 这个刺激也很好 所以呀 这个事对我教育也很大 可是他 事情又是强以后 不是捐入国内的 这个寺院 那个慈善组织 还可以做的 经过我的手 就不下游 二三百万 我专门 这个 就能有技术 这是一件事 再一步是 普老的连接 跟公主法 他就模范他的座任 在这一段是非常打不清 最后我听普老也讲过 听春老 他的夫人也讲过 那么普老原来是搞什么呢 就是搞慈善事业 但是涨了大批的资金的 大批的财物 在五三年 三三无犯的时候 当时 怀疑 苦劳 掌握这么多的钱 这么大的资金 当时制度有不严 而且又比较困难 肯定有问题 你也有问题 这样子 上台市 上台市组织的调查室 造成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 没查过 后来 人们不相信 又组着大区的调查室 大区的要紧调查 产生以后还是没问题 还是没问题 以后人们说不可能了 不可能了 后来中央路派的调查室 又审查 审查的时候又没有问题 一点我才没有 就胡老先生的写信 用的刑事 都是自己的花钱买 流票也是这样子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中央的领导之后 这个周总理讲了 说照顾住这个人很了不起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一个旧的职人愤怒 又这么调节 这么困难 智慧也不严 分分不斩 这是少有的 非常值得经历 所以我们 中央的流动人 土豪主席 周总理 邓小平 你这后边 各位的论人 没有去胡老 不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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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是很多 还有一件事 我也很容易感受 胡老在85年的时候 搞了一边什么年 得了日本核心奖 那这是什么核心奖 请你给核心奖 这个奖项上不是很清理能得的 是83个国家 各个宗教里 负责人 投票选举的 我们国家是五大宗教 佛教 道教 天文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五大宗教 你想 香港台湾 还有一个一关道 其他的国家 那就多了 但有十几个 都这些国家 各宗教里 头头脑脑 统一投票 最后五级银头脑 被选择 普老是得奖 我们日本 请你喝酒 这在世界上的影响 是非常之大 这并无辱远 从日本的僧人 来到 我的母战之后 我的普老出发 成普老是名业 我就称他父亲 所以普老的这个为望 就可想而知 这种 这种 普老他的精神 他的思想 他的品格 这么感人 所以我用三年出修之后 这个 我用了五六年的时间 我写了一本 赤子父亲照顾出 大师出国 要好其他事 我都不去 我就感觉 普老 就一声 慧我 为教 为民无私奉仙 太感人了 我应该把它都给写成 好了 这个写成一号 云里是四十六万资 七十五篇文章 经过这个国家宗教局 中央审占部 全部出版中 说两个审占一号 在2007年 普老暂停 把牛家就说出版 出了两万三千 早就没有了 大家要有 我想给各位 另外 这也是我为的话 纪念碰到 学习碰到 我感觉 现在 在这个水系万变的时代 呀 在科技发展很怕呀 好多东西 水系万变的过去了 不用精神的东西 精神的力量 它最强劲 最有感染力 精神的力量 是最保费的财富 所以赵佛道的精神 当然好多专家都讲了 是我们国家 是我们佛教 是我们社会 最人贵 最保费的财富 所以我出于这种心情 我才卸在这本书 另外 赵佛道的书法 在这边 大家很无人 他也非常了解 好多人 求个鞋子 但是 他从来不要钱 有人说 给佛道先生还得花钱 不是这个鞋子人 我恨清楚 因为 佛道给你们提字 好多都经过我的手 因为我在中国佛学院 干了半年 九十一年 我叫佛教学会 是教育主任副女长 教育王国内副教师 所以好多人提字的 都给我说 我在跟佛道说 佛道提完的人 我再给他们记住去 这样的意义 我都留心 有这个父亲家 我留心里有 留心百夫父亲家 有百夫父亲家 我出了一本 这个 赵古中国的学院 赵古中国的学院 也是为了 学习扑朗 弘扑朗的精神 这两本书 扑朗的父亲天堂 都写个曲 都写个曲 所以 所以 为了更好的 弘扑朗朗的精神 忽有他的 品格 佛道的任何人 没有一样 是 我是 事实都很受肯 大真是不肯 我到各地去的也很多 不管是有人在公共 还是在这个 福建协会 到各地我去的很多 但是福了 那个瓶颈人 那个和蔼可亲 到他聘归的时候 我们到医院去 他都要起来 都这样 还起来要送 我们非常受肯 但是相反 我感觉到 我们有些干部 包括有些生人 到各地去以后 当然好的都是很谦虚谨慎的 用这个镜头 就假如不得了 这时候葡萄毕起来以后 简直没法吃 所以葡萄的任何人魅力 它的影响 确实是 非常受到感受 所以啊 这是我把我自己 点击的感受 这是我发的肺股之言 我讲究得 探论这些内容 还有讲话 还有很多 就不如说了 下方 我再把这个 刚才这个 领教让我说 说什么 这个 关于 葡萄毕的 我请说 我马上就赶紧 入住这种 有的不多什么 就我了 这里的话 这个 赵博拉网 升前 特别强调 宗教首先是一种特定的 形态的信仰 是一种特定形态的信仰 在这个同时 又强调宗教的科学文化美参 肯定宗教的文化功能 他提出了宗教是文化 这里面就是梦境 所以 福老首先肯定的宗教是一个信仰 所以 福老 作为一个 佛教徒 他 延迟戒律 这个 这个 终身执助 在各种 做的事 是我们的表参 而且 他强调 刚才有的 关键 说了 强调 作为佛教徒来讲 必须要坚定信仰 严格到风 要按着佛教的要求 买大理事 佛老好事就强了这种 但是另一方面 又强调佛教的这个 文化功能 提出了 宗教是文化 这是为什么讲这种东西 宗教骗人家 把宗教做成文化 把一个信仰的问题 给他来的 不是这个意思 它是两面理 因为我听佛老讲的 我讲的不是一次 它是两面理 又是信仰 又是文化 那么在讲文化这个里头 因为我现在 这个情况 要是这个 是我数当中的 一个问题 一个四十 七十五天 我就是七十一天 就是 托其佛教徒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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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问题 不过 我简直 可以说一下 第一个呀 佛老味道 更好的 善数这个问题 使大家了解 这个问题 认识这个问题 当时 佛老啊 一定就是 在写书 啊 传写书记当中 就善数 佛教文化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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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书中 写到 在八三年呢 撰写到 佛教唐世达文语书 这本书啊 这个 再把它多少次 发生了十几个问题 十几个问题 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书啊 其中有一节 专门写到了 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 除了在书中写到啊 佛教创建中国 将近两千年 思想体系发展 演变成十多的派遣 可以说 学术成果 灿烂为黄 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 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如宋宁理学 在很大程度上 受了花言 蝉蝉 和有一部分佛教语言的 词词和影响的感受 这是思想界 公认的历史事实 这在书中学道理 在晚清时期 中国知识界 研究佛学 成为一世普遍的风气 当时一些民主思想 企无应用者 比如 潘思同 康有为 梁启超 张大言等 学术明楼 都采取了 佛教中一部分 教理 来作为他们的思想比起 佛教的慈悲 平等 无常 无我的思想 在当时的之间 起到启发 各不目的作用 当谈到佛教 对我国的文化艺术 影响时 佛罗赛修入写照 数千卷 用凡文凡过来的经典 本身就是伟大 富裕的文学作品 其中如 文化街经 文化经 法化经 文化经 特别为历代文人们所喜爱 并纯粹地 为了文学目的 为了文学目的 而欺赏 国国近代 文豪如信先生 曾相传 给南平经课 入处 要求这些什么 也一本 白玉经 当时专门大山 也一本白玉经 和这个经浪 所叙述的 体育故事 常常被以为 语体温 发表在 当今的报刊上 作为文学作品 来欣赏 佛教 美国的文学 代表了许多 从未有的 完全新的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新的意境 新的文体 新的命力 遣失造 遣失方法 佛教在书中啊 总结写道 这些事实说明 佛教在中国 不仅 其本身 发扬光大 并开出 灿烂的华主 而且延伸到 民族文化的 各个领域 接触 逢射的果实 因为有些 领域比较多 我就不做说了啊 说佛老啊 在书中 所论书的 佛教对中国 思想文化的影响 和所欠的 其他问题 深受 果实外的 欣赏 和赞 所以多次出版 这我跟不做说了 有什么关系 想说第二个问题就是 佛老啊 就是在学术研讨中 运处 佛教文化 为佛教文化 为了世界各国 佛教 和海外佛教图 了解佛教文化的 重要地位和影响 赵佛罗在1984年 就辅持里兰卡 科隆坡参加世界佛教图 第十四个 联谊会 刚才那边也 面白了老师家的那个会议 佛老像 贴了一篇这个论文 他的题目是什么呢 是佛教与中国文化 在这个文章中写的大网 中国佛教典籍浩瀚 在海外佛教中 县村定点 1482部 5702教 藏基佛教的 藏文 甘中尔 及丹中尔 两部 共收益点 共收益点的是 五千经62部 白玉系佛教 称巴黎运观点 就是 达文系佛教啊 这个 除了这个巴黎运区 那个 你的这个观点以外啊 还有 歹文一门 极大量的歹文诸说 这佛教是三大语气嘛 汉运区 萨运区 巴黎运区嘛 就是 这三大语气 佛教典籍啊 这丰富 是极其精人的 当谈到佛教的 绘画绘术的时候 佛罗赞助 龙龙的邪大王 说 东方壁画 龙龙造像 磨山大佛 摩公大佛 大师 卢布斯大佛 布达拉公 等 以及 变故全国的 四塔 十克 及其 其艺术上的价值 以为 世界所不认 这个 充分表明啊 佛教 绘画艺术 既有 高层的艺术手段 都有很高的表现形式 令我另外 佛教徒 和艺术大师们 所欣赏 他那篇文章当中 最后写道啊 因为他比较差 我都引在读他的一点 我在有些东西 我就决定说了 最后写道啊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和中国文化相结合 发展是如何面临 比如佛罗讲的三个方面 就是你说佛教 佛教是文化 佛教是文化 为什么 懂佛罗和有本有趣 为什么 这叫这种 要以西湖口腹在里 他说一方面 与中国的人生思想相结合 一方面 对 就是 一方面是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 面向艺术化发展 使佛教常规 选拟多彩的艺术宝库 这是一方面 再一方面 就是一方面 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 面向社会发展 对社会发展 还有一方面呢 与中国的思辨学相结合 面向学生化发展 就从这三个方面 诶 不然来论出这问题 说这三方面呢 都是佛教成为中国文化 不可奉格的一部分 我们以前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 佛教在中国大地上 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 沿路至于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 取得了极其巨大的成功 它在人类所创造的各支 古老文化当中 佛教以独具的精神的哲学思想 丰富的精神财富 更大的文献保空 精美的文化遗产 而成为东方文化 和文明的重要支柱 所以说还是好 我就不多说了 所以佛老在这次会议的发展 影响很大 把佛教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 影响 贡献及其发展的光明研究 做了具体的论说 当时在各国佛教界和海外华侨 正确认识这个问题 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 佛老在各种会议上 佛老讲述佛教文化 这种人好多都讲的 我也简单的说一句 佛老为大力囤动 佛教文化的研究 总结与华这个工作 在各种会议上 读此讲这个问题 1985年 8月27日 他专门通上海市宣传部 女人员 就佛教与文化发展的 关系问题 做了够了讲话 他说呀 如何看待宗教和文化的关系 这是每个民族 在发展文化过程中 必须会遇到的问题 佛教对中国文化 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和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 有选了灿烂辉煌的 佛教文化理产 比如 我国古代建筑 保存最多的是 佛教寺堂 现在从来 河南松山 松岳 松岳寺与丹塔 山西武财山 南谈寺的唐代 共国建筑 英县大国堂 福建 全国开源寺的 石造东西堂等等 都是原理我国古代 建立的宝贵的 十五 宗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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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人 等师谱 则成为 古代雕刻 美术的宝库 举世文明 师国国 伟大的文化 教会友 他叫这个 教会友说 佛教 佛经空的 动人故事 常常成为 艺术家门 绘画的品牌 并这个 历史上的 原理本人 无道书等 另在余动画间 皆以擅长佛画 而传世 由此可见 佛教 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 这些普代又讲到 这个 音乐方面 医药方面 这个 咱们这方面 这方面就 就不多说了 就不多说了 小伙子讲这个人 说什么 也就是 佛教讲佛教什么话 而且讲去宗教式文化 宗教什么话 佛教其实 继续讲说 他事实上 佛教 道教 与其他宗教 从中国传进文化 关系极为密切 何必讲 没有佛教文化 就三五宗 歹宗 等于一些少数民族来说 就没有 其本民族的 历史文化 没有伊斯兰文化 从世界反国讲 就没有 阿拉伯文化 从国内来讲 就没有 信仰伊斯兰教的 十个少数民族的 本民族的历史文化 没有基督教 包括 新教 天主教 独正教 就没有 欧美的 传统文化 却把这五大宗教 都整了 赵老婆 在这些会上的 讲话 对 诚众 佛教 是文化的问题 宗教 是文化的问题 起了很大的作用 影响很大 对人们 正确认识宗教 刚才有些发现 说了 一期一到宗教 什么 风教 明秀 风教 明秀 什么 磕头 拜佛 等都是这个 但是不是这个问题 所以 普朗 这样的问题 和我 影响很大 最后 有个问题 就是 讲了讲 佛老 他的认识 和伟认 明人 对佛教 文化 是形成共识的 找佛老 无奈死于 对佛教文化 进行深入的研究 还注意 伟认和明人 对这个问题 温柔和探索 1991年 十二十六日 他在全国政协 宗教委员会 报告中 说 毛主席在 厌厌的时候 我一次和他的警卫员 李林敲 出去散步 毛主席说 我们去看藤寺廟 好吧 李林敲说 有什么看着 都是一些云信 毛主席说 骗人 骗人 那是文化 动漫 那是明胜五进 实力是文化遗产 这段话 就是在 这段话 建林敲读的 在毛主席身边 十五年 第四期 正为毛主席 把佛教使为文化 使为文化遗产 所以他在 1953年 五月 十月 中国佛教协会 章程草难时 这部分是在 五三月之后 草难时 毛主席 特别加了一段话 在批诺 批诺文的加一段话 发扬佛教 优扬传统的重要点 对 毛主席特别加了一段 这个 普老还讲到 大科学家 钱修神同志 对这个问题 看了 他说呀 1988年 我去四川 回来写了一个报告 送给前老一份 他很快回我一封信 信农写道 我想根本的问题 是在 我国社会 初级阶段中 如何正确认识宗教 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 和您说过 宗教是文化 就大声音 前了你 还有就像别的 就不都说了 苏尚所述 这充分说明 佛教是我国 传统文化的 一个重要组织部分 它包括 这种丰富的文化 人员 如宗教导格 宗教哲学 宗教文学 宗教律书 宗教天文 宗教医学 宗教习俗 宗教典籍 宗教佛组等等 使是宗教国 文化 文化 人 不可分割的 因为佛教教 这些问题 都一个月的讲 因为世界关系 我就不去 就说了 正如如此,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数也讲述了问题 江泽民同志1993月10月7日在乔格统战公务的会议上称说 利用宗教的教育、教会和宗教导致中的武学基地因素为社会鼓励建策复活 也是两个这样的问题 李热凯同志于1998年1月12日在宗教团队处的人他会上也讲 说国家各大宗教教育的许多内容 比如在论理道方面的一些要求 与现时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与我们提倡的精神文明、水智力 宗教界对这些有益于社会 我们以人群的内容要加以挖掘、加以整理、加以强调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 中央领导的军事对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视的 反复强调的 做胡老将军这些好多内容 对永远仁和人家军是一致的、形成共识的 到高老多年以来 从宗教史文化这个领袖出夸 对佛教文化这个领袖的作用 做了许多深刻的看重 就是让我们更好的挖掘或总结佛教文化的精华 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 在期间我们照顾老的事实十中间之际 我们就要是学习他人的精神 护扬我们国家的民族文化 谢谢 以前在胡老身边工作多年 他对胡老的介绍 特别是他对胡老生活作用方面的那个介绍 一直对我们很多人都有期望 这个凡是去过胡老在北京的那边 家的那些朋友 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 做了国家领导人 住那么一个不成格局的小院 那个在他接待客人那个小门房里头 大家跟他坐在一起 只能叫做促齐 很英俄 很小 很破旧 我想如果我们的各级干部 都能学习胡老的精神 那么我们这个反腐畅年工作 也许就真的好做得多了 要能把人拿来做 也许大家对我们的社会风气 就不会有那么多意见 今天上午的发言呢 就到此为止 安不休有时间 咱们就可以看到 了各级干部 seeking 感觉 所谓的